念头闪过 一滴神异灵液出现在陆玄身前 灵液纯净无瑕 可以看到内部折射出周围浓缩无数倍的景象 陆玄灵石感之中 有着淡淡清灵气息萦绕灵液周遭 清灵气息四处溢散 形成一道道激进于无的淡清涟漪 所致之处灵气瞬间变得纯净许多 它心神凝聚在灵液上 瞬间得知有关于它的详细信息 清水玉液 六瓶宝物 以万年玉水炼制而成 服用后可以使修饰灵力 灵石圆融无缺 突破结单时大为提升成功率 六瓶宝物 陆玄心中欢喜 哪怕已经拥有无数次开光团的经历 它依然乐此不疲 里面那一种种未知而又强大的宝物 让它沉迷其中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功效 就只有一点 大为提升结单成功率 功效单一 但对于目前的它来说 这低清水玉液就是价值最大的宝物 它现在距离结单仅有一线之隔 可却有无数修饰倒在这一点点差距面前 看似近在眼前 实际却遥不可及 犹如天欠 陆玄对于自己突破结单 有着不小把握 体内灵力绝大多数来自于光团 不掺杂任何物浊气息 品质极高 肉身也没有留下什么暗集 在同阶修饰中 不弱于那些炼体为主的体修 至于灵石 有运神铁石刻滋养 加上神眼睛修炼多年 更是远远超过其余筑机修饰 至于神魂 心智这类又有了在红尘杯里的磨练 使得最后一块短板也因此补上 不过 哪怕把握再大 只要不到时程 依旧有着失败的风险 好在他从光团里 开出三大有助于结单的宝物 甚至还有一滴六品的清水玉叶 结单成功率因此提升许多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继续磨练心智 神魂 安心等待兵营草成熟即可 突破结单再望 陆玄心中虽然满是期待 但并没有急于求成 而是耐心十足 心无旁骛地种植着灵田里面所有灵植 转眼半年过去 这段时间里 他大多数待在洞府中 偶尔去一趟雷海 找那头一种雷吼兽 好几滴雷叶 顺便采集一些雷鼠灵植所需的灵雷 要么去一下摘星楼 进入海楼 分会辨认一番来自于诸天各界的奇异灵植 为了避免风头太甚 他有意藏桌 只是将一小部分灵植的品种 功效等信息说出 不过 这已经让海楼商会里的高层十分满意 毕竟 能够送到陆璇面前的灵植 已经是经历了大量灵植师的多次筛选 陆璇却还能将其识出 让商会愈发觉得 邀请他成为客亲 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其余时间 他都待在洞府中 培育灵植 磨练心智 强化神魂 为突破结单1.1滴的积蓄力量 期间 灵田里有着不少灵植成熟 譬如剩下的弥仙桃 冰火两灵果 以及一些酿制白果灵浆的常见灵果 品阶都不是很高 开出的光团奖励以二品三品为主 只有小部分为四品宝物 陆璇都收在储物袋里 等有机会再出唤些零食回来 这日 陆璇在灵田里慢慢巡视 细心查看着灵田里面 所有灵植的生长情况 半年过去 新得的树种高阶灵植 各自生长了一些 海魔罐在得到 那具无品聚灵象海骨后 搭建白骨灌台的速度 稍微加快了几分 无数精致细长的海骨枝条 勾连在一起 搭成一个精巧复杂的灌台底座 他接着在细微雷芒中穿梭 来到洞府角落里 角落里 方圆树杖内 只种植着一株灵植 树身有着大量古怪青黑之节 树皮如同老妇人一般 干枯苍老 此刻 无数青黑之节 挥舞出一道道残影 不断拍打着笼罩在里面的 踏云蛇利 在得知薩姆树妖 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后 陆璇特意将它 种在洞府一处角落 并不下简单静置 以防洞府灵兽误入其中 可这点静置 对于每日四处活动 又有着一对神异眼瞳的踏云 蛇利来说完全不算什么 轻易进入 薩姆树妖岭地内 一个愣神 就被小树苗疯狂攻击 使得在洞府内 头一次有着 这样遭遇的踏云 蛇利落荒而逃 回到陆璇身边后 本想着看在 同为洞府所属的份上 放过那株小树苗 可越想越气 又回到角落里 重新进入 薩姆树妖岭地内 然后 一灵植 一灵兽 就形成了一种 相爱相杀的特殊关系 踏云 蛇利时不时跑了进来 在树妖岭地边缘 反复试探 一旦薩姆树妖疯狂袭来 身形变化为一道黑光 灵敏闪躲 那漫天青黑之条 一察觉到陆璇的靠近 踏云蛇利便立刻停下身形 敖屋低吼一声 微微仰着脑袋 头顶耳朵肩上 两簇灰白毛发 轻轻晃动 又来祸害我的灵植 陆璇心神感知到 踏云蛇利内心中的亲热 一把抓住他脖子 将那两簇毛发 揪成星形 薩姆树妖虽然凶狠 可在陆璇面前 却在老实不过 主要是以前试着袭击过陆璇 但被陆璇轻松挡住 还因此扯掉一些枝条 给拥有简单灵质的小树妖 留下深刻印象 加上他也清楚 自己生长主要依靠陆璇 寄人篱下 不得不乖乖低头服软 拍卖会得来的 另外两株六品灵质 食鬼鳄藤 已经长出短短一截 但黑嫩牙形状古怪 将一团乌黑阴气笼罩在内 里面隐约能听到怨魂哀嚎声 似乎有一个低阶阴雾 正在缓缓成形 这半年里面 喂养食鬼鳄藤的阴魂怨念 都是最低阶的品类 不过 对于完全可以应付 食鬼鳄藤的前期生长问题 至于剩下的座佛帘 种在金刚菩提附近 沾了点浮魔觉法器的光 金黄灵直生机旺盛 隐隐有生根发芽的迹象 陆璇行走在灵天笼沟间 望着大片长势良好的灵直 心中无比满足 灵天里有不少灵直 进入成熟阶段 其中包括四品的青莲剑草 另外 离开天剑宗时种下的焦藤 地火星莲 五行果等 也相继开始成熟 收获光团指日可待 冰莹草也快要成熟了 最后 他来到一块遍布薄薄冰霜的灵天里 望着错落有致的 十多株极寒冰莹草 内心感慨道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冰莹草成熟的 比陆璇预想中的 还要快一些 没有多久 他在巡视灵田查看灵直时 便发现有四株湛蓝 极寒灵草下方的 半透明进度条 已经完全拉满 陆璇小心将其采摘下来 四株冰影草 三株为普通品质 一株为良好品质 对于三品灵直来说 已经是颇为难得 他收好冰影草 视线落在 悄然浮现的 四个白色光团上 事关结单 饶是他在 红尘碑里历练无数次 内心依旧有着几分忐忑 他身形犹如浮光掠过 四个微微闪烁着的 白色光团 无声碎裂 仿佛烟花绽放 漫天细微光点 凝结成一条条光河 相继涌入陆旋体内 脑海中树道念头闪过 收获三品冰影草一株 获得五年修为 收获三品冰影草一株 获得四品宝物 冰破完 收获 四株冰影草 开出的光团里 其中有三株是修为奖励 一下给他增添了二十年修为 体内无端涌出海量灵气 在经脉里四处乱窜 疯狂冲击着 可以结丹啊 陆旋努力运转功法 将突然出现在体内的灵力 转化为一滴滴灵液 感受着丹田内 即将一满而出的灵液 他心中有了一丝名物 随即 开启幻灭五行阵 与云竹剑阵两座阵法 来到山腰一间近视 辛苦种田三十余载 终于走到结丹这日 他心中平静 心神进入丹田中 感受着气海里面 风吟充足的灵液 感慨一声 大多数住击 圆满修为晋升结丹时 一般待在宗门 或者某处不为人知的灵地 有阵法护住 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突破环境 甚至还有结丹原因师们 长辈护法 以防晋升过程中遇到危险 尽管陆旋现在并没有 那样优越的突破环境 可他心中却毫不介意 两大无品阵法 已经足够护住自己 至于晋升过程中 可能会遭遇危险 他相信以自己的积累 准备定能安然度过 心念一动 丹田汽海内的灵液 仿佛沸腾的开水一般 剧烈波动 陆旋临时将其控制住 尝试着将众多灵液 压缩为固态灵晶 这一过程消耗的灵力 撑得上海量 灵力愈发精纯 压缩转化的过程 就愈发容易 得到的灵晶 就愈发纯粹 陆旋体内灵力 几乎都是 源自于光团 没有掺杂丝毫浑浊气息 因此转化过程中 极为顺利 随着灵液逐渐凝固 以它为中心 一个灵力漩涡 悄然生成 漩涡飞速增大 很快覆盖整个洞府 洞府周围的灵力 疯狂卷入漩涡中 这一天地异象 很快雷火星洞附近的 结丹真人 助击修士等注意到 几道流光向这边划来 停在洞府树里开外 有道友在晋升结丹 一名结丹前妻的中年修士 望着远处灵力漩涡 眼中闪过一丝追忆 这位道友太低调了 都要晋升结丹了 在下对此处洞府 都没什么印象 他旁边一名温婉女修 笑着说道 女修满头银丝 凝神戏看下 才发觉是雷芒淬炼而成 能将转瞬即逝的 又充满毁灭力量的雷芒 淬炼成蕾丝 并附在头上 可见其肉身 以及神魂之强大 以散修身份 晋升结丹 成功的可能性 实在是太渺茫了 另有一名气质沉稳的青年说道 他自己便有着这般经历 自然清楚 其中蕴藏的万分凶险 这是 陆道友所在洞府 很快 又有上十名附近的筑基修士 被异象吸引过来 远远掉在十里开外 望着陆旋洞府 眼中闪过一丝艳线 晋升结丹 这可是所有筑基修士 日思夜想 梦寐以求的 其中 便有一名独眼中年 正是先前一起进入 雷海药园的洛明 他望着陆旋洞府 眼角闪过隐晦极度神色 心中在疯狂回想着 有没有在哪里得罪过陆旋 一旁的雷阵眼中满是期待的 望着洞府方向 心面移动 一枚传讯浮露飞速射出 吸收的灵力越来越多 陆旋只觉得自己经脉 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疯狂冲击 浑身每一处骨骼 仿佛被万钧之力压着 皮肤表面出现一丝丝细长裂缝 鲜血从裂缝中渗透出来 好在他修炼过 太虚化龙片等炼体功法 又吞服过玉灵果 地流浆等众多天地灵物 更有太岁肉那般六瓶宝物 吞下它后 由于陆旋肉身不够强悍 使得太岁肉绝大部分精华 藏在体内四处 此刻 在巨大压力下 残留的太岁肉精华 迅速修补 愈合着陆旋身躯 这就使得他在这一阶段 面临的压力骤减 丹田内慢慢出现 一粒粒细小灵精 仿佛漫天星辰一般 在气海内浮浮沉沉 陆旋察觉到 隐隐有后继乏力的趋势 轻咬舌尖 早就藏在口腔中的 圣阴丹无声碎裂 一股精唇到了极致的 阴鼠灵力顺着喉咙往下 流经四肢百骸 裹着海量灵力 化为一滴滴灵液 汇入丹田气海内 灵液压缩转化为的灵精 越来越多 慢慢地就来到最后 也是最难的一步 宁精成丹 神与丹和 陆璇心中古井无波 不去理会这期间 滋生的众多 可能导致心魔涌现的念头 灵石控制着 漫天星辰一般的细微灵精 缓缓融合在一起 灵精看上去 有如灰尘一般 控制起来难度却极高 好在陆璇灵石 被无品宝物运神帖 一直滋养 又修炼 神眼睛 多年 比普通筑基圆满修饰 灵石强大许多 这才得以完成这一步骤 他望着丹田内 彼此堆在一起 又你我分明的无数灵精 心知不是节省宝物的时候 鼻子一吸 留在身前的那滴清水玉液 旋即进入体内 丹田内萌萌清气闪过 陆璇刹那间 觉得自己灵石 与那无数灵精之间 有了紧密联系 似乎天生融洽自然 心念转动间 道道清光闪过 无数灵精最中心 出亮起一点金色光泽 光泽逐渐变得凝实 化为一粒金色光点 不断吞噬着周围 淡青色灵精 灵精不断坍缩 与金色光点缓缓融合 最终 形成一粒金黄明亮 内有淡青丹火的丹丸 陆璇心神固守 不以误喜 神石像是锋锐刀刃 带着一往无前的绝绝之意 凶猛冲向金黄丹丸 刹那间 神石仿佛穿过一层 无形薄膜 顺利进入金丹内部 金丹表面 涌出强大丰富灵性 轻轻落入丹田汽海内 丹城 终于结丹了 陆璇内试着丹田内 那枚滴溜溜转着的金黄丹丸 心中生出一种恍然如梦之感 当初灵阳方式里的 那名炼器小散修 日夜忙着 去赚取那三两岁灵 一心只想在修行界狗活下去 何曾想有朝一日 能突破到结丹境界 方式里的助击修士 都需要他抬头仰望 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其他修士仰望的存在 能顺利突破到结丹 主要是靠我自己勤修苦练 以及光团的一点点作用 他心中更加坚定守着灵田 收获光团奖励的想法 念头闪过 他细细感受着体内诸多变化 肉身明显凝食强横了许多 浑身充满力量 似乎可以一拳将一座山头击碎 灵力运转到双足时 有一种飘然质感 速度同样大为提升 血液鼓鼓流动 血气旺盛至极 虽未实验 他也能察觉到 生机极为强大 灵时能感知的范围 由先前的两三里 一下扩充到二十余里 念头极转 没有丝毫凝制 以往修行功法时的不明之处 似乎一下松动不少 最主要的变化当属灵力 那枚金黄丹丸提供的灵力 要比助击境界时的灵液精纯 不止十倍 源源不断 如同大江大河奔流不息 如此精纯丰富的灵力 也就意味着 可以多种几倍的灵值了 陆旋脑海里 不由地生出这样一道念头 种植灵值并不是 将其种在灵壤里 就能顺利成熟 期间需要以灵羽树 木生树等基础树法培育 甚至某些高阶灵值 还对灵力有着特殊要求 加上陆旋为了能够 实灵值成活率更高 成熟时的品质更好 一直秉着精细化培育的原则 消耗的灵力 精力自然要比普通灵值师 多了不少 灵力受限的缘故 灵天里的灵值数量 只能维持在一定水平 现在晋升结丹 能够培育的灵值 自然也就更多了 金黄丹丸里面的淡青色丹火 据他了解 是祭炼法宝的关键 他目前手上有着好几种 适合祭炼成法宝的无品宝物 不过由于心神 灵力 时间等缘故 他必须得有所取舍 无法全部祭炼 祭炼法宝前 还有一事必须得解决 先将洞府外面的 被异象吸引过来的 众多修饰处理好 晋升结丹弄出的动静大了一些 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的结丹真人 陆旋临时扫过洞府外面 感慨一声道 他随即披上一件藏青法袍 身形一闪 来到洞府入口 洞府外面 灵气漩涡意向消失后 众多修饰并没有急着离开 也不知道究竟是晋升成功 还是失败 那名有着瀑布一般的 蕾丝长发的温婉女修 低声说道 突破到结丹境界 困难重重 对于散修而言 更是难于登天 若是成功还好 失败的话 很可能导致灵气暴体 心魔侵入 神魂缺失 没有结丹 或者原因大能 护法的话 恐怕会 要是洞府里面的那名 灵职失散修遭遇不测 那岂不是可以分得一些高阶灵职 有人心中生出这样一道贪念 贵客大驾光临 陆某有失远迎 还请各位见谅 突然 洞府里面传来一道清朗声音 随即 一名骏狼青年出现在众人面前 青年面旁轻易 双瞳深邃清澈 面带微笑 周遭不自主地溢散出强大灵压 正是刚刚突破至结丹境界的陆旋 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强烈压迫感 一众筑机修饰不禁低头 只有剩下的几名结丹真人 能够轻松应对 恭贺道友晋升结丹 从此大到长青 祝贺路道友 道友如此年轻就晋升结丹 定能问顶原因 正得大道 恭贺路前辈 晋升结丹 陆旋刚一露面 各种祝贺声 此起彼伏 多谢各位道友 刚刚侥幸晋升成功 洞府里有些简陋 还请诸位入府一树 陆某平日里喜欢种些灵植 别的没有 灵果灵姜还是够的 他笑着向众人邀请道 为首的几名结丹真人 互相看了一眼 随即点头同意 后面的上市民筑姬修士 则紧随其后 一同进入陆悬洞府中 来到小院 众人一一落座 陆悬灵力一动 各种灵果 灵将成了上来 味道不错 难得一见的灵酿 似乎还有洗涤体内 污浊气息的功效 一名结丹前妻的沉稳中年 尝了一口玉洗灵露 立刻称赞道 晋升为结丹后 虽然已经不必沉迷于 口腹之欲 但碰上美味 还是令人身心愉悦的 更不用说 还有着特殊作用的宝物了 玉洗灵露为四品灵酿 品阶之高 在灵酿中颇为少见 听到中年这话 众人纷纷服下灵露 赞不绝口 同时也感慨于陆璇的大方慷慨 毕竟能拿出玉洗灵露 招待如此之多的客人 一般修饰可是极难做到的 没想到陆道有能培育出 如此高品质的灵果 样造出如此神异的灵量 陆璇培育出的灵果种类繁多 平均品质要远远超出 普通灵直师的产物 自然引得一众修饰 交口称赞 在下没有别的爱好 就喜欢种些花花草草 闲着的时候 就顺道酿制一些灵量 陆璇微笑说道 其余道友 或许只是将培育灵直 作为一种获取修行资源的手段 但在下不同 灵直对于我而言 有着超乎寻常的地位 甚至可以将修行往后一下 他继续在众人面前 巩固自己灵直师的人设 趁着这回功夫 他顺道结识了不少结单真人 正在闲聊之际 突然 洞府外面传来一道清悦声音 恭贺陆道友 晋升结单 一名声有银白双铜的儒雅修士 从洞府外面飞了进来 其无横行驶 前来陆璇洞府的众多修士 都已经在里面居住多年 自然对于眼前 这人不会陌生 齐齐站了起来 向儒雅修士问好 同时 心里对于陆璇的看法 悄然提升许多 能够吸引雷火心动的掌权者之一 过来祝贺 这名所谓的灵直师 定然有着非同寻常之处 儒雅修士轻轻点头 示意让众人坐下 海楼商会 严久安 写晚辈过来拜访 祝贺陆道友 晋升结单 又有一道声音 从洞府外面 传入众人耳中 海楼商会 严久安 结单后期修为 商会高层之一 他怎么会特意为一名 刚刚晋升结单境界的 灵直师而来 众人眼神复杂地望着陆璇 转眼间便有一名气质温润如玉的中年修士 进入洞府中 后面跟着一名高大赤童老者 正是摘星楼里 让陆璇带为培育海魔冠的牧道人 见过严前辈 牧道友 陆璇飞身上前 恭敬施礼道 陆道 有不必如此客气 得知你晋升结单 我恰好在天心洞附近 便带着沐小友 过来你洞府 凑个热闹 严久安嘴角 擒着一抹笑意 温和说道 恭喜陆前辈 晋升结单 在他身后 之前有过树面之园的牧道人 神色复杂地向陆璇说道 他停留在住基圆满已有多年 期间数次尝试着突破结单未果 好在有家中长辈护法 这才安然无恙 所以 他心中自然清楚 突破结单是何等之难 灵力 肉身 神魂等 只要有一点点瑕疵 那就极可能功亏一篑 在得知陆璇晋升结单后 他先是觉得不可思议 继而七分羡慕极度 三分喜悦 百感交集 木道友无需如此见外 你我继续以道友称呼便可 陆璇对于这位木道友印象不错 笑着说道 三人来到小院里 见过颜道友 齐无恒心事 率先迎了上去 向温润中年招呼道 齐道友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你 严久安点了点头 他身为海楼商会高层之一 自然对于雷火心动的心事颇为熟悉 陆道友曾替在下治愈好一头陪伴多年的灵兽 得知他晋升结单后 在下便过来祝贺一声 原来如此 严久安朝着众人抱了抱拳 陆道友现在身为海楼商会客亲 以后还请诸位道友多多关照 严道友客气了 这些是应该的 互相关照 互相关照 众人恍然大悟 海楼商会的客亲可不是一般的修士所能胜任的 哪怕你是结单后期 若是没有吸引商会的地方 也无法担任客亲一职 而陆璇 似乎在晋升结单前 便已经成为商会客亲 想到这 众人心中纷纷有些不可思议 究竟这位陆道友 有什么吸引商会的地方 难不成是他所说的灵职师身份 在场修士奇奇感觉 这三个字的含金量一下提升许多 现在去种灵职 还来得及吗 严道友与其道友两位谬赞了 我只是在灵职一道上 有着几分造诣 恰逢其会解决几件相关小事 因此与两位道友结缘 俗话说 树叶有专攻 各位道友擅长的东西 肯定要比我多了许多 只要真心热爱 天道定不会辜负 你的心情付出 陆璇谦虚解释了一句 顺道为了满满一大口鸡汤 众人顿时心生明悟 对啊 他能取得今日成就 肯定在其他方面有所牺牲 擅长灵职 说不定练丹练气不如我 荒废修行 终日缩在洞府 身上宝物总没有多吧 斗法神通等手段 不如我吧 想到这 庶民结丹修士 心里顿时平衡许多 陆璇热情地招待 新进入洞府的齐无恒 与严久安几人 严久安望着漫山遍野 长适良好的各种灵职 眼中有着几分满意神色 在七零点名 陆璇在灵职上的非凡造诣后 他便与其余几人 决定邀请陆璇担任商会客亲 让一名助击修士 成为商会客亲 撑得上破格之举 受到商会里不少人反对 他力排众议 最终得以施行这一举措 没想到 成为客亲还没多久 陆璇就晋升为结丹境界 这就将他先前的决定 衬托得无比明智 众人品尝着灵果灵浆 酒至憨处 岂无横起身 向陆璇说道 陆道友 祝贺你晋升结丹 一点小小心翼 不成敬意 还请笑纳 他身前浮现一枚绚烂夺目的灵种 灵种有着拳头大小 晶莹如玉 仿佛由无数层薄薄玉片包裹而成 周遭泛着乳白气息 远远便能感受到寒冷之意 灵种名为雪杖冰玉莲 五品 极品冰鼠灵植 希望陆道友能成功 将其培育出来 这 未免太过贵重了 陆璇口中说着 视线却无法从灵种表面移开 每一枚五品灵种都来之不易 哪怕它灵田里面 有着十多种无品灵植 见到新的他 依旧只想占为己有 陆道友治愈好的那头灵兽 在我还是炼气阶段 便陪伴我左右 曾经数次救我于危难之中 彼此感情极深 你帮我那么一个大忙 道友大喜之计 赠送一枚灵种 不算什么 齐无恒笑着说道 凭借比刚刚晋升杰丹的陆璇 高了一个小境界 强行将灵种送至陆璇面前 那在下确知不公了 陆璇推辞不过 收下那枚奇异灵种 陆道友 我从商会来的匆忙 没有带什么好东西 这份五色土 就作为小小心翼 祝贺道友晋升杰丹 严久安紧随其后 从储物带里 取出一小堆灵壤 灵壤上萦绕着五色灵光 似乎已经融为一体 可以从上面感受到惊人灵力 五色土 来自于异域一座五行山脉内部 上面附着浓郁五行灵力 对于五行相关的灵质 可以大为促进其生长 多谢严道友 一回生 二回熟 这次陆璇就极为自然地 接过那小堆五色土 之后 前来祝贺的众多修士 每人取出一件小事物 赠送给陆璇作为贺礼 只是无论实力 还是身家背景 比不上齐无恒两人 所赠之物相对普通许多 陆璇都欣然接受 在众人临别之际 还分别赠送了一份灵果灵浆 作为回礼 很快 洞府里面空空如也 只剩下陆璇独自一个人 与缩在后山 没有陷面的众多灵兽 陆璇反而比较适应 现在这种情况 心态轻松 围着洞府飞了一圈 晋升结单后 它便能够轻松玉气 飞行良久 只是速度 比不上轻浮旅的加成 灵力消耗速度也更快 只能在某些特定 时刻使用 五色土 五行灵力 洞府里面与五行相关的灵质 倒是有一些 比如烈焰果 冰锣果 地火星莲等 不过都只是单一五行属性 若是用五色土培育的话 略微有些暴殖天物 好在离开天剑宗时 带出来五行果这一灵质 以后可以重点重植 塌了 它灵石控制着五色土 均匀撒在一块灵田里面 与那些普通灵壤融为一体 均匀撒下五色土后 它马不停蹄 从灵田里 将两株五行果移植过来 当初离开天剑宗时 它由于事先知道迁移消息 便从私农殿 换得不少四品灵种 其中 便有两株五行果 还弄得五行果与地火星莲的 凝重之法 等灵种数量积累多了后 或许还能尝试着 将其改良成更高品阶的灵质 来到雷火星洞后 那树种四品灵质 都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到时又能收获大量光团奖励 紧接着 它找到一块空着的灵田 取出那枚雪杖冰玉莲灵种 施展地影树 将灵种种入灵壤里 念头转动 早已炉火纯青的灵羽树 无声无息施展出来 灵田上空云气翻涌 丝丝缕缕的灵羽滴落下来 渗入灵种里面 陆玄星神凝聚在薄薄玉片 层栓叠杖的灵种上 顿时 了解到有关灵种的详细信息 雪杖冰玉莲 无品灵殖 培育时需将其栽种在冰寒灵壤 灵矿中 以寒鼠灵液滋养 成熟后 可以作为无品丹药冰吃丹的主要材料 也可以用来辅助修炼相关功法 神通 饲养同属性的灵兽 破障之日 绽放之时 冰寒属性的灵壤 灵矿 灵壤暂时没有 灵矿倒是有三品百年冰破 以及其进阶提纯版的四品冰破丸 培育出来一株无品灵殖 绰绰有余 至于冰鼠灵液 当初从那残缺秘境离开时 薅走大量幽权灵灵 也可以保证其生长 陆璇心中安定不少 从掏虫囊里取出一块百年冰破 拳头将其砸出一个小坑 恰到好处地将雪杖冰玉莲灵种放入其中 那奇无恒星史 与海楼商会倒是大方 鹤里一出手便是无品宝物 而且都是灵殖师所需 算是挠到了我的痒处 他望着在百年冰破中 愈发显得晶莹透彻的灵种 心中感慨 不过 只要我能源源不断收获光团 身家实力肯定会超越它们 陆璇对于自己 或者说对于光团 有着莫大的信心 毕竟 所收获的光团奖励中 只有寥寥几种 来自于无品灵殖 其余都是四品级以下 就凭这些 就能帮助他顺利突破结单 而且实力要比其他刚进生的结单修饰 强大不少 更不用说 灵殖里那众多即将成熟的五品 六品乃至七品灵殖了 他神情自若 不乏轻松地在灵殖里寻视茶看 众多灵殖生长状况都极为不错 其中还有不少已经进入成熟期 收获光团指日可待 咦 又有一片清净琉璃茶茶叶成熟了 枝节灵巡的茶树上 还有着两片淡青茶叶 茶叶表面清光流转 远远闻到便新生清新自然质感 其中位置相对靠上的那片 陆璇注意到 下方的半透明进度条 已经完全拉满 他心中喜不自胜 小心将淡青茶叶摘取下来 清净琉璃茶叶 服用后可大为提升修饰物性 效果可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减弱 最终消失 同时还能在修饰体表 形成清零气息 对于斜碎 污秽之物有着净化作用 摆斜莫清 提升物性的好宝贝 自己用的话 一定要用在关键时刻 陆璇暗暗想到 从掏虫囊里取出一个精美愈合 将清净琉璃茶叶乘入其中 随即视线落在枝条上 微微闪烁的白色光团上 伸出手来 轻轻触碰光团表面 刹那间 光团无声碎裂为漫天细微光点 光点凝聚成一条光河 飞速涌入陆璇体内 随即 脑海中闪过一道念头 收获五品清净琉璃茶叶一片 获得六品修行功法 玄天轻微妙法 念头消失 一本古老典籍 出现在陆璇手中 典籍上清气垂落 翻开时 可以看到万千迎头小凯游动 一看就不是寻常之物 陆璇和尚书页 心神凝聚在这侧古老典籍上 瞬间得知有关他的详细信息 玄天轻微妙法 六品功法 乃异域玄天界玄天宗的 核心本源功法 可修行至结丹圆满 修炼有成后 万邪不清 极为克制邪魔外道类功法 宝物 同时还有可能从中领悟出 荡妖珠邪类神通 六品功法 陆璇心中大喜 突破到结丹境界后 他目前掌握的功法 还是在天剑宗习得的 大五行功 可那步功法 直到筑基圆满境界 没有结丹后续部分 现在 这步 玄天轻微妙法 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嗯 虽说修为大多数来自于光团 可该有的功法 还是要有的 起码体内出现的灵力 需要功法炼化吸收 再者 修炼这部功法时 还有可能领悟出 诸邪神通 炼 必须得好好炼 陆璇在心中喊道 不过 他有着自知之明 以自己悟性 去参悟一本六品功法 非一朝一夕之功 因此并不急于求成 保持着良好心态 打开点击 仔细阅览览着上面字迹 过了小半时辰 他合上点击 脑海里一片茫然 点击上面讲的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都认识 可完全不理解里面的内容 他觉得 还是把自己高看了一眼 毅然从储物袋里 取出一片清净琉璃茶叶 吞入腹中 悟性 给我加999 一股清气 从喉咙间溢散开来 流经路旋四肢百孩 最后进入他十海中 经久不散 一瞬间 他感觉到自己念头 前所未有的清明敏锐 对于点击上的内容 有了新的理解 他若有所悟 静静站在原地 数个时辰后才清醒过来 不愧是无凭宝卧 居然将我那般平庸的悟性 提升到天才级别 他睁开双眼 眸中金光一闪 轻声说道 有了清净琉璃茶叶的辅助 他的悟性一下提升许多 在看点击上的内容时 不再那么晦涩难懂 对这玄天轻微妙法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不过 六品功法不是那么容易理解透彻 还需要长时间的参悟 这才会成功领会 顺利修行 可惜这清净琉璃茶树上 只剩下一片茶叶了 陆璇望着清净琉璃茶灵直 心中有些许惋惜 两片茶叶 开出六品的清水玉叶 以及玄天轻微妙法 都是珍惜宝物 让他对最后一片茶叶 感觉不舍 回到屋内 陆璇盘坐在床上 心里思量着 该把那些五品宝物 祭练成法器 结单后 金单里面的单火 可以用来炼化祭练法器 融入修饰体内 成为法宝 法宝分为高中低三种级别 其中 五品六品法器 可以祭练成低阶法宝 以此类推 陆璇收获的十来种 无品宝物中 不是每一件 适合计练成法宝 他在得到宝物的瞬息 就清楚了它们的特性 他不可能将 每一件无品宝物 计练成法宝 毕竟 那样消耗的心神 与单火实在太多 此外还有时间精力等等 以他目前的零食 也无法同时间 操控太多数目的法宝 思来想去 他决定先将 两件无品宝物 计练为法宝 分别是掏虫囊 与孔雀冥王剑 一个是空间宝物 对于灵职师的他来说 用处极大 另一个 则是他目前最强力的手段 加上来头不小 计练成功的把握 相对更高一些 剩下的诸如万会番 南明离火网 九首龙徒 则暂时留着 看是继续使用 还是找机会 将其出手 他对于协议类灵职 来者不拒 可对于协议类宝物 尤其是功法类 还是有着几分抵触 可能是在天剑宗 数十年养成的习惯 加上邪道功法炼制时 往往需要大造杀孽 手段极为阴狠歹毒 修炼时还有些许危险 因此 在得到六品功法 血神经与神通 射魂血涨后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尝试修炼 就是担心 可能有着异化的风险 功法 神通什么的 倒不用愁那些 毕竟还有那么多的 五品六品灵职即将成熟 陆璇心中乐观想到 晋升杰丹的影响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大 接下来的一段时日里 每日都有修士登门拜访 结识陆璇 陆璇一一热情招待 趁此机会 认识了不少杰丹真人 慢慢地 过来拜访的修士不断变少 最终回归到 他以前的平常生活 每日里 培育灵职 饲养灵兽 借着悟性大声的机会 参悟 玄天轻微妙法 慢慢也算是摸得了一些头绪 转眼一月过去 陆璇来到灵田里 望着脚旁 那十多株凝结薄薄冰霜的 冰蝇草 先前为了突破结单 他用青木元气 略微催熟了一下 一段时间过去后 又有四株冰蝇草 完全成熟 陆璇轻车熟路地 将冰蝇草 从羚羊里采摘出来 放入一个长条形浴盒中 用浮露封印好 避免灵职生机流逝 随即 身影如同流光掠过 四个微微闪烁的白色光团 几乎同一时间无声碎裂 化为四条光合 相继涌入陆璇体内 收获三品冰蝇草一珠 获得三年修为奖励 收获三品冰蝇草一珠 获得五年修为奖励 四个光团 其中有两个为修为奖励 给陆璇带来八年修为 果然 晋升结单后 品阶悬殊过大的话 会影响到奖励丰厚程度 陆璇不禁感慨到 有了五品接零蝇草的前车之鉴 他早在筑基阶段 就着手培育改良二品的水蝇草 最后 总算侥幸成功 若是结单后 再去收获二品水蝇草的光团 那带来的修为奖励一下 大打折扣 现在的话 三品冰蝇草带来的修为奖励 算是砍了一半 普通品质的五年变为三年 良好品质的十年变为五年 他对于冰蝇草的效果 还算接受 修行越往后 所需的灵力成指数级上升 若是正常修炼 就算耗掉他八百进千寿元 恐怕也难以修炼到结单中期 将凭空出现在体内的 灵力炼化吸收后 他再将注意力 放在其余两个光团的奖励上 收获三品冰蝇草一株 获得四品宝物冰髓灵量 念头消失 一小瓶灵量出现在陆旋身前 瓶子成半透明 可以清晰看到 里面有着大半瓶纯白灵量 灵量里面 有着大量类似碎冰块的物质 轻轻摇晃间 发出沙沙响声 折射出各种瑰力景象 冰髓灵量 四品宝物 以多种冰属灵果 服以珍惜冰髓玉 酿制而成 滋味美妙奇特 能略微提升修饰体内灵力 对于火毒伤害 有着极强的治愈效果 又多了一种新的灵量 陆旋望着瓶子里的冰髓灵量 忍不住饮下一口 一种清香冰凉之感 直冲脑门 像是在炎炎夏日 得到一瓶肥宅快乐水 从头凉爽到脚底 透心量 心非呀 他脑海中不由自主 闪过这么一句话 灵量清甜中带着微酸 里面的冰髓玉 经过特殊手段处理 有一种懦软沙沙的口感 味道不错 他简单评价一句 最后一个光团 带来新的奖励 收获三品冰银草一株 获得四品冰髓灵量配方 脑海中念头闪过 大量信息涌入进来 一下塞满路旋石海 酿制冰髓灵量的各种冰属灵果 以及它们的处理 搭配 用量等等 还有冰髓玉如何处理 才能保持最佳口感 两者如何融合在一起 寿人以鱼不如寿之以鱼 直接给我冰髓灵量的 酿制配方 果然是好光团 一瓶冰髓灵量经不起它几口 可有了配方就不一样了 完全可以独立酿制出来 以后 洞服里的常见灵量 再添一种 白果灵浆 玉洗灵露 冰髓灵量 再多下去 或许能尝试着 开一个灵量店了 还有那老白猿委托的新原果 不知会不会开出 它们猴儿酒的独有配方 陆玄暗暗感慨道 17株冰营草 先前采摘3株 加上现在采摘的4株 还剩下10株 其中 必须得留几株 作为凝重灵质 多积攒点灵种 再慢慢提升修为 冰营草灵种数量还是太少了 以后的水营草 可以不去收获 反正无论是修为 还是宝物奖励 对于目前的我来说 都比较鸡肋 全部用来凝重 尽管改良刺激出的 冰营草灵种 可能性不大 但可以大大缩短 灵种前期供应不足的时间 陆玄在心中暗暗想到 此刻的他 对于冰营草灵种的需求 达到了一个极为旺盛的地步 毕竟 以他的资质 到了结单境界后 修炼多日 体内灵力 估计不会有什么变化 一身修为 几乎全一 仗在冰营草灵直上 剩下的10株冰营草 他打算用来全部灵种 尽量多获得一些冰营草灵种 采摘几株 收获几个光团 对于已经结单的他来说 增益不大 还不如扩大产量 到时再加倍弥补回来 收获颇丰厚 他继续在灵天里巡视 来到雷火星洞后 心中下的众多灵直 都已先后进入成长阶段 四品的雷暴帘 纯白帘叶上 有着无数银白细微雷芒清线下 像是形成一面面雷电小瀑布 灵力接触灵直时 可以感受到上面传来阵阵暴躁之意 仿佛上面的雷芒随时会发生暴动 五品的五雷 并地花 枝叶上面结出五个小小的花苞 呈五种颜色 每个小花苞上都有相应五行零雷流转 六品的紫微炫雷果 枝叶成明紫色 雍容华贵的同时 又流露出强大雷霆气息 美丽与危险并存 七品的乙目青雷藤 经过长达半年时间 来自于雷吼兽秘境的 木鼠雷叶运养 青色光团里 终于长出一节短短幼苗 幼苗形态不是很规则 乍一看 像是直接从一道雷霆上截取下来 蕴含精纯雷鼠灵力 没想到 来到雷火星洞后 意外集齐了雷鼠灵直一条龙 陆轩暗暗感慨道 从四品一直到七品 算是一脉同源了 到时或许能开出 大量雷鼠法器 功法 神通 它根据先前收获的光团 已经摸索出一点规律出来 继续巡视灵田 高阶灵直区域 新的不久的做佛帘 灵种还未孕育出来 只有在其上空 可以偶尔瞥见一个 佛性十足的小沙迷虚影 小沙迷面带微笑 坐在灵种上方 一有风吹草动 就立马消失不见 同样来自于 海楼商会拍卖会的 食鬼恶藤 由于当初拍下时 就是幼苗的缘故 倒是长了不少 灵直上面 凝结出几个小小的鹰雾 鹰气纯净 陆轩试了下 大概只有炼气低接实力 能运用鹰气入体 还会不自觉地 使出几个简单小换术 效果疗胜于无 等成长到一定阶段后 再去抓几个厉鬼 来培育滋养你 陆轩喃喃自语道 从储物代理取出丧魂中法器 逼出几个怨魂 怨魂刚一出现 食鬼恶藤 像是嗅到绝世美味 藤万闪电射出 将那几个怨魂 一把拉入灵直体内 陆某人心善 见不得如此 生吃恶鬼的行径 他感叹一声 来到阴间灵直区域 肉灵神感应到他的气息 蹦蹦跳跳地 来到陆轩面前 陆轩薄了薄 他圆溜溜地头顶 从储物袋里取出大量 不知是妖兽 还是修饰的血肉 丢给大肉丸子 肉丸子表面覆盖的血色皮毛张开 露出里面一张张紧密小嘴 猛地一吸 还在空中的血肉 直接化为一棚血物 利剑一般涌入肉灵神体内 吸收血肉的速度 似乎要比以往快了几分 差不多有助击前期修饰的实力了 实力增长确实极快 不过还得找机会出去实战一下 验证大肉丸的真实战力 陆轩来到众多阴间临职面前 取出阴魂 血肉 骸骨等养料 一一培育它们 不远处 传来一阵激烈打斗声 陆轩寻声望去 只见还是小树苗的薩母树妖 正与妖鬼藤站的火热 薩母树妖树干上的苍老妇人 五官扭曲 似乎极为愤怒 大量乌黑树枝 如同乱枪飞出 疯狂刺向前方的妖鬼藤 妖鬼藤主藤万慵懒地趴在地上 只伸出一节分支 或挡 或拍 或拨 或卷 轻描淡写地将所有树妖之条击退 他与薩母树妖一样 身为灵直 但有着妖兽的特性 攻击性极强 但毕竟已经被陆轩培育饲养多年 两者又是同一品阶 实力自然碾压 还未成长多久的小小薩母树妖 无趣 实在是太无趣了 还以为你来到洞府后 已经成长了许多 没想到 却还是如此的弱小 等再成长一些 再来挑战我吧 我才是洞府最强灵直 陆轩从妖鬼藤身上 感知到这样类似念头 不禁哑然失笑 妖鬼藤收回分出来的触手 滋拉一声 在苍老妇人面旁上 留下一滩灰色粘液 嘚瑟离去 树干上的苍老妇人 似乎受到极大侮辱 更加愤怒 任由灰色粘液流淌下来 这两株灵直 还搞出这种戏份 陆轩忍俊不惊 望着那道 妖鬼藤标志物的粘液 突然生出一个恶趣念头 面旁 射出 粘液 这场景 似乎在哪里见过 他摇了摇头 给自己施展出一道清净咒 继续培育阴间灵直 在接连收获后 阴间灵田区域里的 协议灵直数量已经少了许多 圣英国母猪 在他的催生下 又淡下两枚新的子猪灵种 不过查看他的状态后 陆轩感知 母猪本源少了一些 估计这番行径 不可多次重复 灵田中 即将成熟的四品 及以下灵直数量不少 高阶灵直也有数种 正处于成熟期 来自于老白猿的五品新原果 被浮摸绝滋养许久的 五品金刚菩提 阴间灵直里面的五品 幽泉花 以及得到多年 品阶最高的六品凤凰墓 陆轩对于他格外期待 毕竟成熟的树珠 五品灵直的光团里 就开出好几种六品宝物 凤凰墓 还是他在筑基前期所得 跨街培育多年 自身品阶又有六品 极有可能开出七品 也就是园英级别的宝物 没办法 一分耕耘 多分收获 种田就是这么快了 他黑黑笑着 回到屋内 继续参悟 玄天轻微妙法 丹火祭炼孔雀明王剑 以及掏虫囊两件 无品宝物 物性提升后 虽然吸收灵力的速度 没有加快多少 但他对各种功法的感悟 到了全新阶段 也算是间接提升修行进度了 转眼一月过去 期间 清净琉璃茶上的最后一片茶叶 完全成熟 陆玄从光团中 又得到一滴六品的清水玉叶 不过 他已经晋升结丹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用处不大 孔雀明王剑的祭炼进展顺利 剑刃 可以自由变化大小 进入金丹中 任由丹火 缓缓炼化 玄天轻微妙法的参悟 也进展飞速 已经着手修炼 这般悟性 放在以前的他身上 完全无法想象 清净琉璃茶叶效果 最强的阶段已经过去 现在进入平缓降低时期 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 提升效果才会减弱少于 因此 不必像先前一般 不能浪费一点时间 也是时候出去一下了 陆玄起身 低声说道 眼下还有几件事急需解决 原磁灵木与九如宝树 两大六品灵种 由于缺少必要条件的缘故 还未开始培育 得尽快解决 原磁灵山或者灵矿的消息 先前就从木道人口中听闻过 陆玄打算前往摘星楼 好好询问一下具体位置 若是得到 那就根据情况 再决定是直接买 还是雇佣 亦或是自己走一趟 至于九如宝树 看能否从天心洞十八秘境中 找到一名如道修士 雇佣过来帮忙培育 另外陆玄还有租下或买下一个小店铺的想法 店铺用来出售一些四品及以下的灵质 宝物等 实在是它手中积累的各类灵质 宝物太多了 光是三品养剑葫芦 就有至少七八十个 甚至过段时间又会增长几十个 至于水银草光团里开出的运灵丹 水行猪 水龙斧等 那就更多了 它现在已是结丹境界 根本用不上那些事物 可若是一直收着 那就有些浪费 不如出售换些零食 累积起来 也是一大笔零食了 自己频繁出来摆摊出售的话 对于种田以及修行 肯定有些影响 陆玄也有考虑过 将他们出售给海楼商会 以及其他商铺 可竞价与售价之间 还是有着巨大差别 他也不好利用自己客亲的身份 去假公济私 抬价谋求更大利益 还不如自己出售了当 在摘兴楼里 买个或者租个小店 雇佣一名靠得住的修士 定期出来一趟提供宝物 收取零食便可 开在摘兴楼里的话 安全方面还是不必担心的 这可是黎阳靖第二大势力 哪怕是原因修士 也不敢在里面闹事 心中这样想着 他略微收拾一下 嘱咐草傀儡好生看守林田 启动两大无品阵法 来到摘兴楼 刚一进入海楼商会 那名风韵游存的女修楼主 便迎了出来 陆前辈 恭贺您晋升杰丹 女修弯下腰 恭敬失礼 身姿曲线 凹凸有致 闻道友好 陆前辈 陆前辈 道道清脆动听的声音 接二连三响起 一路上 分楼里面的众多侍女 护卫纷纷向他问好 引得大厅里面的众多修士 纷纷投来好奇视线 陆旋熟门熟路地 来到木道人所在屋子 陆前辈 您怎么来了 高大赤童老者看到陆旋 连忙起身 他身后那个造型怪异的保楼 紧随其后 一直待在洞府里有些闷 出来透透气 另外 过来有几件事 想求助木道友你 陆旋微笑说道 陆前辈请讲 晚辈定知无不言 竭尽所能 老者连忙表态 第一件事 我记得先前与道友聊过 有关园祠林山 或者林矿的消息 不知道有现在可有眉目 我去问过族中长辈 据说在海外园峰岛上 出现过一座园祠林山 不过已经有不少年代 不知还在不在那里 园峰岛 陆旋疑惑问道 中州北部 是无垠之海 里面有着不少岛屿 里面秘境繁多 不过也藏着许多凶险海兽 斜碎 以及一些陶顿过去修饰 园峰岛 就是其中一座大岛 祖中前辈 在两百多年前闯入岛上 见到一座园祠林山 不过林山体积太大 它又没有相关 摄取神通 值得遗憾离去 陆璇点了点头 多羡慕道友 我会好好了解一下 再做决定 第二件事 我偶然得到 一件如道宝物 可惜无法亏得其中奥秘 所以想在摘星楼 或者十八星洞里 找一名精通如道的修饰 帮忙破解一二 木道友在摘星楼里多年 人脉不知比我宽广多少 可否听说过 何处有如修存在 筑基前中期 或者炼器高阶都可 他温和向老者问道 如道修饰 在大下境的话 还是容易找到 符合前辈要求之人 不过 在天心洞就比较少见了 我得向好友打听一番 高大老者沉吟一会 缓缓说道 至于最后一件事 就是想向木道友你打听一下 怎么在摘星楼里买下 或者租下一处店铺 位置 大小不限 一处店铺 木道人文言 眼中出现恶然不解之色 没错 木道友你是知道我的来历的 当时家族破落解散 我从族中宝库里面 得到不少宝物 一直收在储物袋里 本想收着做个纪念 可突破结单后 身上零食已经消耗殆尽 基本修行都难维持 所以想找个店铺 出售一些宝物 换得零食 保证修行基本所需 陆璇从先前编织的身家背景中 扯出一个合适理由 当初 他来海楼商会此处分楼出手 轻微欲锁时 便胡周了这样一个背景 现在顺势用上 而且 以后若是在店铺里出现大量宝物 完全可以用这个理由敷衍过去 免得被人怀疑宝物来路不正 零食不在这个范围内 但其余三品四品宝物 一旦数量达到恐怖级别 肯定会有人生疑 陆璇为了避免麻烦 给自己找了一个极为合适的借口 至于无品乃至六品宝物 他目前没有打算放在店铺出售 而是另寻渠道 交换零种 零售胎卵 必要材料等事物 没办法 修行不易 做点小本生意 赚点零食 他看老者眼中出现恍然之色 苦笑着说道 确实 前辈现在还是散修 结单所需资源 是天文数目 能赚点算一点 木道人点头附和道 他完全没有担心 陆璇开的店铺 会抢走海楼商会的生意 毕竟 只是一个散修出身的灵职师 哪怕有着结单修为 拿出的宝物数量也有限 对于生意做到 诸天各界的海楼商会 完全够不成丝毫威胁 我这就帮陆前辈你打听一下 竟然修行形势不太好 找到一处小店铺 还是没问题的 老者语气坚定地 向陆璇承诺道 不用急 慢慢来 陆璇温和说道 另外 还要雇佣一名修士 作为店铺的临时店主 负责店里各种宝物的买卖 毕竟 我平时主要用在培育零职 以及修行上面 没有多余精力看店 木道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雇佣修士作为店主 那要求可不低 需要对方诚信可靠 聪明伶俐 善于察言观色 还要精通了解法器 服录 丹药等各种知识 据我所知 一般有两种途径 一是 从崖城中寻找 那种一般信誉不错 省时省力 不过价格稍贵 另外一种 则是自己去散修集市上筛选 这样相对便宜一些 不过找到的修士 不一定靠谱 对了 还有一个方法 不知陆前辈您是否接受 高大老者突然想起什么 兴奋说道 前辈可以试着 从商会借一名修士 每月支付酬劳即可 商会里出来的 一般都是 经过多年培训 身家背景清白 善于揣摩人心 见识颇广 值得信任 前辈若是担忧 他可能卷走店铺 宝物零食的话 可以去购买一些那种 能够监控店铺 每个角落的正法服录或者追踪其虫 竖法 也可以与对方立下契约 约束他的行为 高大老者侃侃而谈 每一条建议都对陆璇用处不小 行 那就从商会里 借一个管事来作为我的店主 性别不限 修为最好在炼器高阶 至住机前期阶段 陆璇文言 越发觉得 此法可行 海楼商会乃里扬金最大的商家 培训出来的修饰素质 肯定比牙刑的高了许多 加上自己本身是商会客亲 彼此有不小羁绊 因此可以说是最佳选择 那就劳烦木道友你 帮我找下店铺 与合适的修饰 他抱拳向高大老者说道 应当的 木道人回礼 风风火火地离开商会分楼 陆璇则来到分楼高层 处理一些繁琐事物 商会总部有从四面八方 寄来一些稀奇古怪的灵植 对于他们的来历 用途等不是很确定 便交给身为客亲 又精于灵植的他来辨认 陆璇拥有着那一特殊能力 自然极为轻松地 将那些灵植品种 用途等辨认的七七八八 为了避免风头太甚 他在某些地方只是含糊带过 没有将所知道的灵植信息 全部表露出来 不过 就只露出来的这部分 足以上商会高层极为满意 对陆璇的评价水涨船高 陆前辈 找到一处店铺 要不要一起过去看一下 这日 木道人找到陆璇 神情有些兴奋地 向陆璇说道 陆璇点了点头 与他一同来到那处店铺附近 店铺位于摘星楼中下部分 摘星楼每一层面积 都极为广阔 高大老者带着陆璇 来到一条街道的尽头 就是那里 店主由于家庭变故 打算将店铺转让出来 陆璇观察四周 看到有不少修饰来往 以炼器为主 小部分为住机修饰 附近有着几个小店铺 售卖的修行资源都不同 有专攻服录的 也有指卖正法正盘的 位置还算可以 他跟着木道人 进入店铺内部 里面空间不是很大 有着几个古色古香的木架 木架上空无一物 背后有一小门 门后是一间小屋 可以作为日常休息之用 也可以放置一些售卖的宝物 总体感觉可以 不知租金多少 15000下品零食每月 若是买的话 那就至少几百上千万下品零食了 老者回道 则则 陆玄心中暗则一声 感慨于租金的昂贵 15000下品零食 差不多可以买到两件四品法器了 在这里只能租这么个小店铺一个月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这里是摘星楼 寸土寸金的地方 修饰不知返己 只要生意在及格水平以上 那就稳赚不赔 海楼商会那储份楼 面积比这里大了数十倍 租金估计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再次了解到商会的财富抵运 买下这家店铺的话 他身上临时不够 只得暂且租下 见陆玄同意租下店铺 木道人喊来店铺主人 于陆玄签下三年租期 每三个月交一次租金 就叫你有奸杂货铺吧 他望着大门上空白牌匾 小声说道 恭喜陆前辈得到新宜店铺 祝愿前辈生意红红火火 财源广进 木道人笑着恭贺道 多谢道友 另外还请道友帮忙物色一个 诚信可靠的商会修士 来替我负责店铺事宜 好说好说 一切交给晚辈 木道人拍着胸口说道 他效率极高 不到半日 就带过来一名 面向沉稳憨厚的青年 陆前辈 这是文前 是分楼文楼主的庞系族人 练气圆满修为 三次突破注击未果 便进入商会帮忙打理生意 文前 这是陆前辈 也是咱们商会的客亲 好好替前辈做事 不要让前辈失望 见过陆前辈 文前有些激动地问候一声 拱手失礼 一直低着头 不错 木道有帮忙找的 我信得过 以后就麻烦小友你了 陆璇温和笑着说道 为前辈 效劳是晚辈的荣幸 文前立马回道 我平日不会待在店里 一切事物交给你处理 有急事可以联络我 或者直接去找木道人 我会定期过来 提供各种货物 拿走零食 丑话说在前头 想要得到我的信任 必须得立下契约 你是否愿意 晚辈没有意见 两人立下相关契约 若是文前违反契约条例 损害陆璇以及店铺的利益 身心会受到极大折磨 彼此还要痛苦 商会平时给你的酬劳是多少 每月1800下品零食 来我这后 事情应该会多些 这样吧 我每月开给你3000下品零食 你觉得如何 陆璇直接将酬劳提了一大截 多谢前辈 文前发自内心地感谢道 得知要来作为一家小店铺的店主时 他有些不情愿 毕竟 他已经在商会分楼打下基础 每月赚的零食还有盈余 多积攒一段时间 就能买到弥补根基的零药 能再次尝试晋升助击 可碍于陆璇客亲身份 不得不跟着木道人过来 在听到陆璇开出的酬劳后 心里的丁点不悦 顿时烟消云散 瞬间变得忠心耿耿 你来把这些宝物分门别类地放好 根据品质以及市场价格 给他们订个价 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下我 陆璇单手一服 大量宝物出现在店铺里面 一时间保光四射 灵气盎然 一品的培员单 二品的运灵单 三品的助击单 还有四品的迪尘单 文前一一查看着陆璇取出的数种单药 脸上表情越来越惊讶 200瓶一品培员单 各自100瓶二品的运灵单 与寿灵单还好 都是炼气阶段的必需品 在每个店铺里都是常见单药 可30枚三品的助击单 就已经接近海楼商会分楼里的一半存货了 要知道 那可是摘星楼里的最大商铺 财力雄厚 若是放在其余小店铺 一枚助击单都难以找到 难道眼前这位结单客亲 还是一名炼单大师 不过 这估计就是 他身上所有存量了 分楼背后 还有着商会总部 可以随时调取助击单过来 他在心中暗暗嘀咕道 前辈 如此之多的助击单 完全可以作为咱们店铺的正殿之宝 还有着20枚四品的迪尘单 嗯 也能作为正殿之宝 他相当尽职 很快带入代理店主这一角色 陆璇见他这般模样 心中满意 炼气阶段的修为 刹那间便能辨认出四品的迪尘单 相关素养确实不错 前辈 这些葫芦 是典籍中记载的养剑葫芦 他望着漂浮在空中的数十个剑气激荡 呼啸不止的苍青斑驳葫芦 向陆璇询问道 没错 里面酝养着强大剑气 功法极强 不在许多三品法器之下 是我亲手培育而成 到时售卖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葫芦品质 来调整一下价格 陆璇一次性取出30个养剑葫芦 占据了其中一个木架的小半区域 又是三品珍惜宝物 闻前心中感慨 他继续查看 20枚三品的爆炎珠 他视线从一枚枚赤红石珠表面扫过 石珠里面似乎有火红岩浆翻滚 激发后可以瞬间爆发大范围的火焰攻击 20颗三品的水行珠 50枚三品的水龙符 什么时候三品福禄这么不值钱了 越来越多的三品宝物 让还只是炼器圆满的文钱 逐渐变得麻木起来 陆璇取出的所有宝物里 最低的唯一品的培员单 还只有一种 二品的也只有寥寥几种 大部分为三品 在筑基前期中期修饰中 极受欢迎 如此之多的三品福禄 法器 每一种都有作为镇垫之宝的前置 前辈是想走面向筑基修饰的精品路线 嗯 可以往那个路线发展 陆璇轻轻点头 没办法 这些已经是留在他手中 品接最低的宝物了 晚辈该将哪种作为店铺的镇垫之宝 有价无事的三品筑基单 还是能驱除斜碎气息的四品 狄沉单 还是品质极高 功法极强的养健葫芦 他心中做不出决断 便向陆璇问道 都不是 用这个作为镇垫之宝吧 陆璇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十枚四品剑符出现在文钱面前 符禄里面 剑气或如同无边海浪翻涌 或如同烈日洒落出来的万千光线 或如同流星划过天际 四品剑符 文钱麻木的表情再次浮现惊讶之色 剑符在所有符禄中炼制难度最高 同时也是杀伤力最大的类型 每一枚都极为罕见 陆璇去一下取出十枚 没错 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放出一枚 吸引修饰购买 陆璇微笑道 他取出的所有宝物中 由于收获大量林荫草 水荫草光团的缘故 加上在相应丹药上 有着宗师境界的炼丹水平 培圆丹与运林丹数量最多 以凭技术 之所以用四品剑符 作为镇垫之宝 主要是他身上积累的剑符数量越来越多 晋升结丹后 剑符作用减弱又种植着大量养剑葫芦 完全不必担心剑符数量不够 以后可以时不时取出一些珍稀四品宝物 用来吊住进入店铺的修士们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视为鸡类的那些三品宝物 在其他人眼中却是难得的机缘 身在符中不知符啊 眼界已经完全被光团里面的宝物挤养雕了 他不禁感慨道 等闻前将所有宝物紧紧有条地摆好 陆璇上前一步 辛苦了 以后这家有间杂货铺就交给你来打理了 我会定期过来看一下的 另外 你有空侠的话 可以学习一下有关灵职的知识 说不定以后能够用上 他出声建议到 等这家店铺打出名声 甚至可以用无品宝物 来作为镇店之宝的时候 他打算通过店铺 来收取一些珍稀灵种 多谢前辈提醒 晚辈谨记在心 闻前虽然面向憨厚 可却有一颗蹊跷玲珑心 心知陆璇不是无敌放始 将他的建议牢牢记住 陆璇满意点头 嘱咐几句 禁止离去 有间杂货铺 这店名起得太随意了一些吧 街道上 一名练气高阶的青年 扫过店铺牌匾 口中轻念一声 心中有了几分好奇 走进那间不起眼的小店铺 欢迎贵客光临 刚一进门 便有一名面向憨厚的练气 圆满修饰了出来 热情招呼道 不知道有需要何物 本店有各种珍稀丹药 服录 法器 可以任意挑选 容在下先看看 练气高阶青年随口说道 视线放在离自己最近的 培员单与运龄单上 二品的运龄单 价格合适的话 倒是可以补充一些 他心中想着 视线转过去 瞳孔猛地放大 这是 助击单 海楼商会里都是有价无市 怎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小店铺里 还有三十枚 该不会是假货吧 青年宁神细看 单要表面灵纹游动 哪怕是隔着多重阻碍 也能感受到 上面浓郁灵气 是真的 看品相 似乎要比先前见过的品质略高一些 青年目光越发火热 这是什么丹药 看上去 似乎要比助击单 还要珍贵几分 他望着助击单旁边 包装更加精美 表面清澈透亮的丹药 心中满是好奇 三品爆炎珠 三品芙蕾 居然有这么多三品宝物 这葫芦好生怪异 里面似乎蕴藏着大量剑气 气息在筑基级别 稀奇稀奇 嗯 还有传闻中的四品剑符 木架内部 在一处静置里面 一枚形如剑尖的符露 静静躺着 符露表面有着重虫海浪翻涌 远远便能感受到 其中蕴藏的无穷剑意 小小的店铺 居然有着如此之多的珍惜宝物 这是什么宝藏小店 小的第一个宝物